弟兄姊妹大家好 好 為參加營會之前 我想要有更多的靈命上的成長 但似乎總是停滯不前 被世俗工作捆綁 無法穩定參加主日 經由區長跟小組長的鼓勵下 就參加了這次的領袖金兵營 在營會當中有學習到很多牧羊的技巧 使得傳福音的部分感覺沒那麼難 透過禱告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在乎我們有沒有去行出來 有時只是在聊天的過程中 將福音帶進話題就可以領人信主了 而我哥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見證 不管他願不願意 在聊天中我總是傻傻的和他講主耶穌的事 終於他願意參加幸福小組 那在小組中他因為聽了一句生病的人才需要醫生 這是引用牧師講到的時候的話 他就願意接受主 那在神巧妙的安排下 讓小組長逐漸的帶領 使他對神更有信心 在生活中也多次的經歷神的幫助 目前正穩定參加主日小組及成長班 並將在四月一日受洗 令人驚奇的是 他邀約我的大嫂一同受洗 他居然也同意了 謝謝 讓人讚嘆神偉大的作為 歸榮耀給神 那在捷徑祝福的課程中 有學習到如何捷徑居所 沒想到星期三我們就實地的現場操練 就是去我哥家拆除偶像 然後在師母的帶領下 我們完成了整個過程 沒有想到第一個操練的對象就是我們自己的家 拆除完第二天 哥哥有來電 回應了他現在的感受 感覺 他說他感覺他整個家清新多了 然後晚上也比較好入眠 身體狀況也好多了 因為他在未拆除的這段期間 他的身體非常的不舒服 還有很多需要學習的 沒有辦法一一的告訴弟兄姊妹 只有親自的去體驗才能知道 神的恩典及祝福有多大 弟兄姊妹來參加金兵營 一定會得到更多禮命的提升 鼓勵大家來參加 感謝主任 謝謝大家 好 我們謝謝佑弘的分享 請Amy